直接说他未是我们现在见香港最成功的运动员 但他很明显是我们大部分 无论是运动员或各样也好 是一种向着目标向上爬的人 我看回故事说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导致他有一段时间会被人嘲弄 其实我想起我小时候以前我画公仔 然后我入了一间公司做 然后在外面问我你在里面做什么 然后我说了一些他认为是很琐碎的东西 是会被人少少 又未去到此笑的 用来笑一下作弄一下 然后我就想起 运动员和其他做创作的人 其实处境是一种似的 直到真的你可以例如运动员 你拿着好像李藝先生拿着金牌 那你就 才可以将所有批评过你以前的东西 你才可以回击 而我们做创作如果总有一天你未有一个作品 可以令人来说服 你也是要面对 如果不是的话 全部大部分做创作也好 运动也好 向目标追求人也好 都要捱过这一刻 所以我就 立即会想画他 每次画运动呢 我就只喜欢画一些 他们动感的动作 其实就一定是比赛中的 因为运动是可以帮你去到某一刻 你忘记了所有东西 因为专注 而这件事连续到其实如果你很投入画一件事 你都会出现这一刻的 你最专注 亦都是你最放松的情境 所以我画运动员 多数我连背景都不画 因为他那刻投合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连他 如果你看到身体上那些我没有画得那么细细 因为我想表达到他是一个运动中的状态 就不是一个定了型的眼罩 我喜欢把很多地方留回白位 因为如果把太过完全完成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杀了一些美感 我觉得所有技艺是可以练得起的 其实练到精练 我觉得是可以用最少的步骤做到最好的东西 Michael Jordan 说过他一上场比赛 有些人问他 你觉得上场比赛有这么多观众 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其实当我投入是没有观众